謝謝 這個地方 其實未來社福的這個設施 我們都很強調這個社區的服務 包括這個在地的 這種老化 在地的安養 所以其實這個很多設施 都跟我們社區 特別是信義區這邊 事實上都 它有可進性 所以因為有可進性 對大家來講就是一個方便 比如說這個 信義親子館 蓋在這裡 其實我們社區的旁邊的居民 就很好的使用 它包括這個 社福中心跟這個 婦女家庭中心 這個其實對我們 這附近的居民來講 都是一個很好使用的空間 它包括 包括還有這個 我們會在這裡成立一個 廣詞文物的這個 展示區 也就是我們原來的 剛剛有講到嘛 福德平宅的這種 文物跟歷史 一定程度要保留下來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都也會來做 還有這個 長青樂火服務中心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 周邊的這個 居民 都是最好使用的一個場所 包括如果有這種 比較輕度的這種 可以來這種 老人的製造 照顧中心 這個其實也都是我們 這附近的居民 可以很好使用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這個 社府的設施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有 究竟性的這個使用 那如果有一些比較特殊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輔具中心 或者是這個 生臟支援中心 那也是首要 會比較先 照顧我們這附近的這個居民 那有一些設施是在我們 整個台北市的一個 整個未來長照的一個考慮 不過我剛講的這些設施 事實上對我們的 社區的居民來講 它的可進性都很好的 包括這個我們剛講的 這個青植館 還有這個 老人的這種 長青樂火的這種中心 還有這個 製造中心 這些都是我們社區 可進的 會比較快 能夠可進性 可以用到的 這個部分 那是跟理想都有 有嗎 各位應該知道 我來自野界 我來自野界 我的想法 繼續 我